央视的国家宝藏节目一经推出 就成功的登上了热闹话题 九大博物馆的27件镇馆之宝 也真真的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虽然说里面的一些演艺戏说成分呢 让收藏圈的老师们觉得有点汗颜 但是这种方式能够让文物活起来 让老百姓爱看愿意看 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国宝 也是功德一见 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一个群体认为在地摊上 就能够简陋收到国宝 且非常自信执着地囤积了大量的赝品 还抱团集结在一起 形成了帮派知识 被圈内人送称号是国宝帮 那么国宝帮说白了是一个贬义词 他们的特点呢就是国家收藏的国宝它有 国家没有收藏到的它也有 你像前段时间刚拍出两余多的明家境雨枣文贯 就有人贴出图片 地上呢是白了一溜啊 好几件啊 这样算起来十几个亿都有了 那么记得在2007年 刚开始做收藏节目的时候呢 我就有带着专家老师去市民家里健保 在一个很普通的平房床底下 放了五六个青花大罐 认真一看 哇原来是鬼谷子下山 要知道鬼谷子下山呢 在2005年的时候 可是拍出了2.3亿的天价 创下了当时中国艺术品 在世界上的最高拍卖记录 而这位市民仅凭着图片 在第一摊上花了几百块钱买的 还一个劲地拿着图片跟我说 曾小姐 雷台利狗 这个是不是跟我这个图片一样 其实我的内心是很崩溃很无语的 那个鬼谷子的下巴 部位的这个线条啊 都画得交叉了 都这样了 你觉得它可能是一个真品吗 可能跟我们这个2.3亿会一样吗 后来呢 听着他的妻子红着眼睛跟我们说 这位老伯啊 退了休 连牙膏都不舍得买 尽买这些东西 我和老师呢也耐下心来 跟他说不要再买了 一再劝说他放弃 那十几年过去了 不知道这位老伯是否醒悟了 其实历朝历代出的这些个艺术精品呢 都不可能有大批量的 特别是进宫给宫廷的 更是会有数量记载 因为珍贵稀少才会成为国宝 或者呢是在市场上拍出天价 可以说这些没有任何文物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的人 更谈不上什么分辨能力的人呢 把假东西买回来当作国宝 是这个国宝帮成员当中最底层也是最可怜的一群人 还有第二群人相比第一个群体呢是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 但是限于这个圈子文化 他们所讨论和看到的都是赢品 而且他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让他们自己承认这些资金啊 都是打了水漂的 肯定这个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 因为人的本能呢 都会去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 还有第三群人 他们本身啊对收藏没有兴趣 也已经不困惑于藏品的真假了 他们所谓的藏品对他们来说呢 只是一种道具 让假的也能发挥出真的作用 这些人呢可以说是最高层次的这个国宝帮了 这些人其实啊也知道手里这批东西呢是被骗了 但是能怎么办呢 他们干脆就不想了 直接建个博物馆 用的都是一流的安保措施 自从建好了这个博物馆之后 想要贷款呢就非常的容易 请银行的人来看一看 然后一切就变得很简单了 还有一些人呢 把这些东西捐给大学 这不是直接让我们的这个后代看错标本吗 这些呢都是让我们收藏圈 深恶痛绝 坚决抵制的 所以要想好好了解收藏 玩收藏 就要远离国宝帮 不要轻易相信 轻易做梦 到头来只可能是梦魄才空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